那么底下先试着 我们来把它分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PPT 就是通常会配置 开发生产和测试三种模式 为什么呢 开发模式的时候 你希望所有的debuck全开 生产模式一定是 打成最小的包上线了 测试模式呢 其实是跑那测试用力 跟开发 连index.html和index.js都不带玩 只有里边compone的 因为compone的那个东西才有用 你真正有用的东西 不会写在index.js里面 更不会写在html index.html里面 你现在看那个两个东西 就完全是个入口 它就当个入口 所有的东西 你跟你项目相关的东西 都应该放在更里边才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产生三种模式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 那么我们要在现有模式下 我们要分析一下 有哪些模块是可以共用的 哪些是用于某一个特殊模式的 然后分别生成 dev product和test 三个配置文件 然后重写 wipack config.js 然后同时呢 去配置package.json 那么这里面 我们就有一个思路 就是说 我们需要去通过一个 我们把不同的东西 放在不同的 也就是哪个东西 我们是公用 现在我们可以看 也就是modus是公用 对吧 我们可以说modus里边的东西 都是公用的 Android 这个是公用的 这个基本都需要 大家都一样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是公用 对吧 modus这个肯定不公用 我们现在就写个development 其实测试和production 这个modus是不一样的 这个无法公用 对吧 然后呢 这个modus是可以公用的 对吧 因为modus里边这个东西 配置起来 没有问题 然后还有哪个能公用 然后剩下其他东西 就没有公用的了 那么我们再把其他的东西 就是有的给开发用 有的给测试用 所以那么我们现在 其实来讲 就可以把它改变一下 那么怎么改变呢 我们来来做一下啊 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rename一下 把它改成 webpack.config.rc吧 不能叫rc 叫 一般来讲叫 bak bak 一般指的是backup backup文件 然后在这儿呢 我新建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我叫webpack.config.js 好 那我现在把相应的这个东西 从上面往下挪 那么 有一点我们知道啊 首先来讲的话呢 这个东西还是 moduleexpect 这个东西还是有的 所以moduleexpect 这个里边呢 我们其实想把它写成一个 让它等于一个函数的形式 这个函数的形式 是在外边至NPM在掉的时候 实际上来讲会给它 把这个参数给进来 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在这儿先试一下 在这儿啥都没有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试一下 就是说比如module.xpulse 我们让它等于 方神 然后呢 一个是env 一个是 argb OK 然后在这里边呢 我们真的就去 打印一下 console.log env 和 console.log argb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我们写了一个 console.env.r 然后这个地方啊 我们现在来软一下 wipack 你现在这个空了啊 现在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你看不清楚 我把它给你叼过来 这是wipack config.js 这是config 这已经改成backup了 这个backup 已经被我改了 我们里边这一跳 这能用的东西 好 现在变成这个了 变成这个以后 那么如果我现在 我问你现在 我要软wipack 它会什么样 你说肯定报错啊 不容想吗 这肯定一堆报错 你看吧 它里边啥都没有 就一页回到解放前 肯定啥都没有嘛 好 那么我们在里边啊 这么做 wipack 这个wipack 就带的功能啊 它所有的module 在expose 在等于的时候 能等于这么一个function 在等于这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会被雕用 也就是你会写一个钩子进去 它会往这里边给你填参数 我写一个杠杠env 跟这个一样啊 跟这一样 然后这的时候呢 我写完这个env 点 我可以写个点 我自己随便起个名字 比如叫王校长 然后王校长后面这个数呢 给一个125 给个数 然后呢 底下来再来一个abc 然后空格 def def ghi 有人说王校长 你这逗我们玩呢 你写的什么东西 这是好 我回车 还是报错啊 但是你记得啊 我上面这是console.log 我来log这两个东西 然后你看它紧底上 这出来一个王校长 125 也就是说第一个 env是干嘛 env这个参数 被初始化成什么样子 如果你这里面设定了一个 杠杠因为点什么东西的话 好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被放到 这个对象里面 并且前面是对 前面是这个属性 后面是属性值 也就是等于你通过这个办法 能设定一个参数进去 理解吧 能设定这个参数进去以后呢 然后底下这还有abcdefghi 反正你按空格分 就把这东西给你放在一个数组里面 看见了吗 所以就是说刚才按照 因为这个这个是ax 这个是那什么 我让你打印的时候 他把这个东西的下滑线 里面对应的部分就是他 当然其他里面 他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包括env其实也在这个 argb里面 argb暂时我们用不着 用env就告雷 就是用env用这种办法 我甚至不写这个东西 你如果不写这125的话 那么他后面这其实是啥 就是说只是表明这个东西有或者没有 他后面是undefined 我们把它改一下 我们把这个东西就改成这样 看吧 这是王校长 后面是个处 也就是你拿这个点 env点上这个东西 然后就能判断 他是否设定了这么一个开关 所以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在webpack里面 能给webpack传进一个参数进去 而且里边的脚本 事实上可以按照我们传递的参数 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也就是为什么我要说这个东西 就是说完这个东西以后下面我们才能开始写 好吧 那么底下我们先把它写成什么样子 这个就删了 这个都没用了 好 第一个 是这样 我们希望是说有三种模式 一个是开发模式 第二个呢 是生产模式 我们刚才说了 第三个呢 是测试模式 好吧 我们需要这么三个模式 这三个模式 那么搁在里边 那么我们分别给它对应的 一个是 呃 杠杠 env 呃 env.dev 那么第二个 呃 是呃 怎么写成dnv了 那么第二个我们想对应的是env.prd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要的其他 others 或者叫else 因为这个你设定错了 回头你还要再判断一个default 好 那我们就不就就不这么干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东西去判断 然后呢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 我们现在设定一个东西叫let 一个东西叫config 这个config本身是一个比较那什么的 然后呢 他去 他去接相应的不同的那个里边 就是说你是因为 在div的时候按div的设定 prolux按prolux设定 然后测试的测试设定 设定完了以后呢 我把它整个 反正你最后这个东西要return回去吧 你这个东西一定是return回去 我return回去 它只要是一个 是一个刚才跟我们这个 长的这个样子的对象一样就可以了 就其实就是它嘛 对吧 我只要把它return回去就完了 你现在这个东西是它等于 或者它等于一个function 拿那function去返回 它也是ok的 这俩是它一回事吧 能理解吧 那么在这的话呢 那么底下我们 ok 然后呢 在这里面当然来讲 这个env进来 那么我们就在这先写了 等于先让它等一个那 然后底下呢 就开始一副 env 我们刚才看的env.dev 如果是处怎么样 然后有一段代码 else if env.prod production 这是一段代码 然后else 这是一段代码 好吧 这么三段代码 然后都在config里面 但是底下有一个问题啊 如果env进来是一个undefined 你怎么办 如果它是undefined的话 你 就是说env有 代物没有 没关系 这个地方是false就完了 也就是说env是ok的 也就是在这里面 其实来讲 你要在这判断 要么 要么你就会出现 它告诉你 比如你在没有代物的情况下 这个东西是undefined 那么它就说 你现在试图去读取 代物property ofundefined 对吧 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要让env 等于什么 等于env 如果它是true的话 如果它是false的话 让它等于 和上这么一个东西 对吗 应该是这么写吧 就是 如果它是true 这是一个和 所以如果它是有存在的话 那么就直接 它等于它自己 它不存在的话 给它处数化成一个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的可读性也差 那么现在按照我们 现在的这种 写的方式 它就变成这样了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缺省的 写东西的方式 而且如果是那什么的话 我把它 把它变成箭头函数 对吗 这个没问题吧 这个变化都ok吧 那么也就是这个时候 你所有要解决的问题 就都解决了 所以我们下期典之前 带来 我们下期典型的 共用